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对于武汉肺炎当中的一件大事 最近中共罕见的召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好像看上去应该是政治局的一个扩大会议 我们都知道由20多名委员所组成的中央政治局 作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为有权力的这么一个机构 那么是中共对外进行决策的一个中枢 那么昨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呢 播了这样一条消息 他是说呢 中共政治局召集了一个扩大会议 把一些也就是说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一些 国务院的各部部长 还有呢 就是中央的一些非政治局委员的 也非国务院的那些相关的那些负责的人 召集到一起 开了个会这个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习近平等七常委呢 作为常委会呢 这个做主席台啊 他们七个人 全场只有这七个人不戴口罩 这有没有意思啊 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说这七个人不戴口罩 其他下面的哪怕是第一排的政治局委员们 像蔡奇啊 黄坤明啊 还有呢 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又霞等等 这些人全都戴着口罩啊 王毅外交部长王毅都戴着口罩 但是只有呢 习近平一直到韩正 这七个人不戴口罩 我想这彰显出呢 这个中共的最高层啊 似乎是想对外界传达一种信息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呢 这个我们能够把控住 外界无需担心 因为他要给啊 外界呢 以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 但是这样的一个狐假虎卑的现象 在习近平的脸上是难以被掩饰的 习近平呢 我看到他讲话的这个神态 可以说看上去非常的疲倦 李克强啊 更是看上去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的样子了 可以说六七十岁的人的时候 如果工作到这个状态 那可想而知 当前的话 中共遇到的这个统治危机 已经到了多么深重的地步 而且我想说的是 现在的话 中共啊 似乎拿着这个武汉肺炎 当成自己的这个 一个最后的一种棋子 一方面呢 用它来锻炼 它自己控制的军队 能否在全国控制局面 封锁消息也好 维持地方的治安也好 还是呢 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疫情啊 尤其是他派出了一些 据说是防化部队 这个防化部队呢 在湖北很多的地方 包括武汉啊 执行的这些任务 可以说不为外界所知 那么中共呢 似乎就是利用到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合法的 可以说在世界面前 堂而皇之的 使用这样的一个生化的这种武器 来对人民呢 进行大规模的杀戮 因为全国报上来的数字 有七万多人 这个确诊 但是就武汉来讲的话 每天根据火葬场 殡仪馆的这个资料 那么到现在为止 死亡人数的话 没有五万 也有八千了 所以说中共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 仅仅有两三千人死亡 那是 可以说呢 闭着眼睛 在说话嘛 可以说呢 就是完全是一种 鱼目混出千方夜谭的事情 根本是 是无济之谈 所以说呢 中共在这个时候呢 想用这样的一个会议 来稳定全国的一个信心 而且呢 又想推动复工复产 因为中共现在 想要复工复产的话 是因为他看到全年的税收 如果开头 一年之头啊 始于春嘛 而且呢 这个开头啊 又是非常重要的 行百里者半九十 所以说如果说 他今年这个开头 如果不顺的话 那么整个2020年 中共的日子 过起来将会是非常惨淡的 他全年的经济目标 如果达不到的话 那么他就无法取得 那么多税收 所以说习近平呢 也就没有那么多钱 再去撒币 所以说习近平啊 他忧虑的 当然可能固然呢 是中国的局势不稳 那更重要的 他忧虑的是 他政权的稳定 他忧虑的是 他有没有那么多钱 再出来撒 他忧虑的是 他能不能够 像以前那样继续的 出来继续的 带着他的老婆彭丽媛呢 到处去周游世界 进显了中国独裁政权的风光 我想这是这次会议 带给我们的几个重要的信号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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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